Hello,大家好,我是梁建忠,欢迎和我一起玩蒸馏 这期呢,非常特殊,一个广西的养殖蜂蜜的一个粉丝 他那个说他们那边的蜂蜜,就是中间商去谈谈收购的时候 都不到10块钱一斤,说他去年跟着我们学做酒 然后做了一批蜂蜜酒,想让我们给他蒸馏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他蒸个,做个蜂蜜蒸馏酒试一试 另外我们在这里做个小调查 看看大家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一下 看看你们当地的蒸蜂蜜,但是多少钱一斤 好,我们先倒酒 来,我们先尝一下他的蜂蜜 这个颜色黄色 鹤蜂蜜 哇,蜂蜜香气很浓 枣花蜜吗?还是百花蜜 挺香的,挺愉悦的 这么好的蜂蜜酒拿来做蒸馏油,这个有点太可惜了 简单尝一口 它这个蜂蜜酒还是甜的 但是这个鱼味里面稍微有点苦 有点苦,有点苦的感觉 但是这个入口以后的这个香气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奔芳 我们来蒸酒试试看这个蜂蜜蒸馏酒最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2.5升蜂蜜酒 好,我们打开电源了,等它出酒吧 大家看这个酒气已经出来了 蜂蜜酒的,蜂蜜酒的,蜂蜜酒 先做着,把这个酒头的部分还是要去除一些 好,就去这些 我们换个杯子收起 我们先取点这个酒,取点酒,尝一尝 起来这么一点哈,没看到哈 嗯,这个最先出来的这个花蜜的香味还是很愉悦的 有枣花,有枣花的香气,乖乖 这个,入口以后很甜蜜 这个主要来自于它这个,这个酒精度 这个口腔的一个,酒精对它这个,这个,原润的这个作用 然后,嗯,回味的话,后面稍微有点苦 不过入口以后这个香气非常好 这个蜂蜜也看来,它这个香气还是不错的 好,我们看看一会儿收集能收集多少 测90度 我觉得这个酒必须得做复蒸 因为它这个9度不是很高 50度吧 50,我们把它测了稍微晚点了 一开始出,也就是55度 比如说这个,这个必须得做复蒸 这个,但后期我们一直收吧 收到5度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酒液装起来 然后后期再做个复蒸,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酒精度已经接近10度一下了 这个,新滴出来的酒啊,滴到这里面以后 它都会有一层那种,嗯,酒入到水里的那种分层感 我们就收这些,就总共收集这些吧 马上就溢出来了,我们装到这个瓶子里去 这个还得需要再复蒸哈,兄弟 这还得需要再复蒸 大家看看,2.5升的蜂蜜酒 总共收集了,这个,大约有个500毫升的蒸鱼酒吧 我们看这500毫升蒸鱼酒有多少度 可别说,凍住还可以 毁匀了,现在大约有个,接近40度 有个40度这样的一个 好,我们把酒收集起来 下一期我们对这个蜂蜜蒸鱼酒再做一个复蒸 很贵重啊,用蜂蜜酒蒸出来的蜂蜜白蓝地 马上就结束了,抛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全世界哪些国家是蜂蜜酒做的比较出名的呢 我可以给大家提前说一个 俄罗斯算是一个国家 还有哪些国家比较流行蜂蜜酒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乡村振兴,国酒蒸鱼 绝对是个创业的好方向 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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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